就舉個例子 桃園 我對於桃園有一件事情是很認同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桃園適不適合要深層五都 我覺得這種我覺得是一個考慮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大家都是見多識廣的人 我講我們台灣真的不大 對不對 所以桃園如果是個航空城 它的腹地是全台灣才對 我們當年蓋高速公路 就是希望能夠直接貨物進桃園 桃園出去 所以從整個台灣的角度來講 桃園一定要好 桃園如果好 那我所有的貨我就 對不對 高雄港 台北港一定要好 我們台灣的東西才出得去 簡單的講 你如果永遠只是在日月談想日月談的事 就不對了 你要提高一點去想 那我如果以全台灣的角度來講 我應該怎麼佈局這個東西 那個格局就差很多 懂我的意思嗎 只可惜我們都沒有這樣想 永遠只是想說 我現在來這邊的就是在地的 你怎麼知道你不能試試看 做觀光的 做國際的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格局這你需要什麼呢 比如說體驗的 還有鼓勵年輕人回來 對不對 然後美學的 然後服務的 服務細節的 甚至到資訊科技的 這就不太一樣 再接下來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展示科技 終於輪到他們 我們過去在設計 商圈的 如果要講電話去外面 妹妹 令人如果需要講電話要去外面 就是 當我們過去在設計 商圈的時候 各位知道嘛 以前我們都有教大家電腦或什麼對不對 可是現在其實不需要啊 你需要做電子商務 你就找個網路開店嘛 自己架網站一點都不合理 對不對 除非你有很強的資訊能力 那麗宇他的網站就經營的非常好 這個 我跟各位講 不見得新的就比較好 我再強調一次 舊的有舊的妙 新的有新的好 我是研究傳播科技的 我們都知道 新科技從來都不會完全取代舊的 舉個例子 以前人家說廣播會死掉 現在廣播不是很好嗎 廣播廣播什麼時候會聽 開車啊 還有呢 有個最重要的 工廠 工廠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再舉個例子 那個 還有什麼時候會聽廣播 超商 超商會放 這可能也是 但是超商你注意看 統一也不放 他都放自己的廣告 工廠對不對 好 所以我有一次幫一個地方型的客家廣播電台設計一個APP 得了全國的大獎 那是什麼呢 簡單的講 剛剛講聽廣播是開車嘛 阿工廠嘛 還有什麼 點歌啊 點歌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 接下來是由台南的阿偉call in給 他想要跟小玲說 我真的很愛你 這首歌我只願跟你分享 有沒有 大家都在幹這事兒啊 還有誰會用你知道嗎 外勞 真的 好 那個是苗栗的廣播電台 我就幫他設計一個什麼 我問你 如果要點歌要怎麼辦 就call in啊 對不對 你上班怎麼call in 我們幫他設計一個系統 其實很簡單 手機拿出來 老闆在那邊就call in 只是一個facebook 然後電台的主播也是一個facebook 對不對 就直接 然後就直接播 又不用打電話 還不用錢 然後直接 就這麼簡單 叫客家點歌王 二十萬人下載 在苗栗 位為奇葩 完全就是 而且還有做菲律賓跟泰文版 很多人用 你以為沒有商機嗎 超有商機的 因為就有那個移民署 什麼時候說 我跟你出廣告 二十萬一個月 我幫你看 因為 因為你已經有了那個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會去想 像這個也很好 過去我們展示是這樣 這個也是啊 這個看到展示科技在哪裡嗎 就那個人形立牌有沒有 怎麼就感謝聆聽了 真糟糕 好 好 然後 這個在哪裡 在這邊 有看到嗎 電視跟那個接在一起 再接下來 這個也很棒 可是這個有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很貴你知道嗎 這邊是提款機 這邊呢 其實也沒什麼啊 就螢幕啊 什麼對不對 可是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什麼 其實你根本聽不到裡面有什麼 我們只看到一些畫面在閃 要是太陽照的時候 還看不到 這個我覺得是最棒的 這個也是科技喔 就這邊吃冰淇淋對不對 這小朋友還在吹 我跟各位講這種東西才有用 為什麼 凡事願意讓人跟它合照 願意讓人跟它互動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簡單的講 商圈最重要的是什麼 人潮 錢潮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不能夠吸引人潮 意義就不到 你看 這個是路邊的 兩個小姐拿著一個iPad 然後跟你講 可不可以請你看一段影片 看了之後我就給你試用包 OK 好 這個地方都慢慢的 讓我們去思考一些新的 跟不一樣的應用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這邊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們設計的一個有趣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來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稍微就好 不好意思 好 這樣掉 大家看得到嗎 有沒有被擋到 沒有齁 好 我講給大家聽 這個東西呢 我們稱之為展示科技 什麼意思喔 就是很多的商圈都有做過嘛 就是看過 那種車站也有 就是大根的 那個叫資訊服務站 然後按了半天都按不到 那個意義不大 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們過去幫人家 就是我們不是有設計那個什麼APP嗎 有沒有 你知道嗎 我講給各位聽喔 可惜我們福榮兄不在 我們之前去那個 去那個台南的農村 去那個商圈嘛 那他們就說 林老師 你今天是要來幫我們做APP嗎 我跟他們其實都有很多的好朋友 他說這樣啦 我等一下請你吃個飯 你就好回來了 這不用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錯誤的想像 什麼叫錯誤的想像呢 我問各位喔 我們這邊有很多像我們新社的 我問你 你到底怎麼賺錢 今天就是因為你來我商圈 你不知道我嘛 不認識我嘛 不認識這裡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幫你做什麼 一我可以幫你安排行程 第二我可以幫你導覽 第三我幫你訂餐 第四我幫你解說 第五我幫你DIY 第六我賣你農特產 第七我引導你去必要的店家 這七件事 才能讓協會 有獲利跟成長的空間 對不對 否則的話 如果你滅了這件事 那就只能跟政府要錢了 我有沒有講錯 好 所以我問各位 假設我現在拿一個手機對不對 我走到一個商圈裡 然後我就這樣 這個就是城隍廟 嗯這個就是百年的公園眼科 嗯這個 那我們的地方 還有 還有更重要的是 我問各位 你帶著家人出去你會這樣嗎 你什麼時候會拿出手機 手機是在你需要某種特定功能的時候 比如說我待會要坐高鐵回去 我看一下 待會會不會下雨 我看一下氣象 還有 這個公園眼科或前面這一間 蚵仔米什麼 到底好不好吃 我Google一下 是不是這樣 所以過去設計的導覽服務 全部是有問題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設計這個有什麼有趣的呢 是這樣 我們設計的第一個 各位看到這邊前面會發光 待會可以玩 右邊的是一個紡織企業的 他們今天下午要在全國紡織論壇發表 左邊的是淡水 經濟部商業室的淡水商圈 好 這個呢 要處理三種我們的導覽商 第一個就是 遊客來假設不確定對不對 他可以自己播一播就可以使用 待會我們下課之後給大家玩玩看 那我們也有同仁可以讓大家玩一下 這是可以自己用的 第二個呢 則是 如果我要 老師的東西 在這裡 我今天帶著你出去到路上 我可以為你導覽 有沒有 那我們導覽最怕什麼 天氣不對 對不對 今天下雨看不到 或只有下雨才看得到 季節不對 冬天才看得到對不對 還有什麼不對 動物不配合 時間不對 你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辦完了 你也看不到我過去這邊有什麼創意市集 有什麼對不對 還有什麼不對 人不配合嘛 動物不配合嘛 狗不配合嘛 還是生產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他的設計就是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是我透過多媒體的方式 可以讓你去做這個 再來第三個 再來第三個 這個電視只是一個示意 什麼意思 就是我給各位舉個例子 我們來看看台南的頭高啊 就是剛剛福隆兄沒看到的 他要解決的是第三種的導覽情境 就是團體 我們現在這個教室大概四五十了嘛 對不對 三四十了 這個的距離大概是一個體育館 你看老師跟他之間根本沒有 然後我手上就拿這麼輕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假設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到台南的土溝 來一頓美麗的早餐之旅 我的早上 我的早上 然後早上的蓮田最美 怎麼更美法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的景色 然後接下來早上的蓮田裡面 我們這邊有音樂表演的喔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所以你可以去跟他做一些互動 那我們為什麼用這個來設計 也都有趣 我再跟各位講 比如說我們在地的飲食 有沒有 怎麼樣 我可以說 像我們台南真的不錯 這桌一百而已 滿滿一桌 真的啊 這桌一百 滷肉飯十塊 雞肉飯十塊 米糕二十 那個米粉十塊 茶米十塊 味噌湯五塊 白骨酥二十塊 在土溝的菜市場裡 生態 這個就是最驚人的 各位看老師只有用手 這個裡面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各位做商圈都知道 最麻煩的是人 很多觀光工廠也是這樣 除了理事長跟總幹事誰都講不好 對不對 可是有了這個 所有的事情就變得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比如說台南土溝因為靠白河嘛 所以他會有連田 他們的理事長啊 理事長的尊榮 對不對 啊然後今天各位來正好下雨 或者是正好我們蓮花已經收完了 各位看不到 不過我們平常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可以拿一個 來 他會比較洗 這個 你看他的 太小聲了 他會太小聲了 你不可以轉到 他會比較油 他會再等你 蓮蓬的細節是什麼 有看到老師嗎 OK 比如說我們在地可能推出特色餐飲 我們要說菜 有沒有 所以你就有很多不同的表達的方式 再好比比如說當我做社區商圈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些這種 古蹟對不對 現在就看得很清楚喔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個作品是像什麼 它是什麼功能 這個我你有看到一個選融服在這裡 所以我想看應該有什麼關係 對 對 對